Hello,大家好,我是红哥,放飞东哥 我老婆现在在包饺子 看一下 这是,哎,这样子不用发面 纯肉面,纯肉馅 白菜猪肉馅 白菜在哪 哇,这感觉以为是纯肉的 好,饺子 今天我们聊一个话题 就是我被问的比较多的一个 就关于我们夫妻两个人来泰国 带孩子来泰国 意见是否统一 其实有很多网友也在问我 夫妻双方有一方是想来的 然后另一方是反对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夫妻之间也是意见不同一的 我是最初提出这个想法 然后我老婆刚开始同意 对,她是非常反对的 但是我们有一个大前提就是 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 要不就是全家一块过来 要不就是全家不过来 我们会 我们是杜绝发生 就是夫妻双方一人 带孩子到泰国来这边读书 因为这样的话 有两点 第一个就是 对于夫妻双方的感情 可能就会有一个问题 因为长期没有生活在一起 对吧 可能会影响夫妻感情 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也觉得 对于孩子也不利 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 无论少了爸爸 还是少了妈妈 任何一方 对于孩子成长都是不利的 所以这点我们是肯定的 要不就一起来 要不就都留在上海 好了,那我们现在来回答一下 被问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是如何说服我老婆 我们全家一起来泰国的 其实我个人觉得 我并没有去 怎么来说服我老婆 我老婆的一个变化 其实最主要的 还是取决于 她自己内心的一个感受 即使 其实即使我们19年当时 来曼谷 来巴提亚 去看考察学校的时候 考察完了以后 我老婆其实内心 还是在不停的 波动 因为那会儿看的时候 就是说有这个想法 那就过去看一看 就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但是那会儿的时候 也没有坚定的要过来 还是有一点动摇的 对,其实她一直在反复反复 但是其实我们孩子当时就 后面就会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要幼身小了 孩子幼身小的时候 然后他们班上已经有好多孩子 大班 家长就开始 就是开始那种补课 数学拼音 还有识字 对 英语 就开始大量的补了 但我们孩子 那会儿就是 一点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补 所以当时 会有一点招惹 对吧 因为 就看人家孩子 每个星期都要去学这个学那个 然后到了大班之后 小朋友也会攀比嘛 我有学过什么东西 我们学过什么东西 就我们孩子就是 主要那会儿给他带着 他还是比如说去游泳啊 穿网球 打网球 给他搞的都是这些东西 就是就像文化科上的东西 我们是完全一点都没有的 然后我们当 其实当时我内心是已经想着 比较坚定的 还是要带孩子出来了 不然的话 他在国内的话 他对 他可能就进小学以后 成绩就 肯定就不如其他孩子 甚至于他 进不了一个理想的小学 因为 对吧 在国内大家也知道 你要不就进对口 要不就是 那个给他去准备一个好的学校 但是我们当时什么都没有准备 说到这里啊 其实我当中 差一个就是 当时我老婆 为什么同意 19年 我们一起先到泰国这边 来看一下 学校看一下环境 其实当中之前他遇到了一些事儿 所以让他也内心受到一些冲击 对吧 我先说我 其实那会儿我受到的一个冲击 就是当时 我妹妹有一个培训机构 然后和学校有一点合作 于是我们就过去帮忙 帮帮他们老师 打打下手 然后我记得有一节课的时候 就是上实验课的时候 我在旁边看着 其实我个人认为氛围还挺好的 孩子们特别积极 特别兴奋 会要回答问题 要参与 可能这个原因造成了班级声音会吵 对吧 孩子兴奋了 就可能会回答问题也不举手了 或者是有些孩子 坐姿不飘 对 就没有那种 就做得好好的那种 这时候 老师就也很炫 不是 当时旁边有个老师 他们的老师 就喊了一句一二三 就喊了一句一二三 瞬间那孩子叫是鸦雀无声 然后所有的孩子 就是就像条件反射一样的 就啪一下子 全部做的笔直 挺挺的 我当时真的是 我当时真的惊呆了 我当时的感觉就 真的说不好听的 我眼前我就不觉得是 一群孩子 可能更多的是在训练 反正这我也就不说了 反正当时给我 就是这样的一个冲击 这样的感受 所以我感觉非常不好 其实说实话我非常不好 但是后来我也跟老师有交流 老师其实可能也挺无奈 因为一个班里几十个孩子 你要维持这个记录 可能你必须要用一个手段 来保持课堂秩序 但其实真的 那是对我内心创始挺大的 然后我老婆 开始还不信 对我老婆开始不信 后来我说你去 我没有去过小学 然后他们就是真实的 就是说不是做领导的 看了真实的样子 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他跟我讲 我不信 对我我原来你眼见为是 所以后面我老婆也去了 去了看了以后 他好像是一年级的一个班级 对吧 然后看了以后 我老婆也是 就是 就是觉得一堂课 一节课要花 一半的时间在维持秩序 对 就是说你根本孩子就 没有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没有去享受这个科学实验 或者这些东西 带来的一些乐趣 他们只是在 更多的就是让他们学会 如果是在这种记录 对 其实当时我老婆受不了就是 觉得 就不停的在强调 坐姿 不停的在强调 手 手怎么样 手要怎么放 眼睛怎么看 所以说 当时 这个就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一个环境 对 真的 一个环境的模式 对 就我们不希望 我们的孩子 我的孩子是这样的 但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也是取决于我们孩子 对 我孩子的性格 因为我们孩子的性格 就不是那种 乖乖女型的 就是你 让他一眼 他就眼泪汪汪 就含泪的那种 他要跟你 讲道理 他要跟你来 他还要跟你白痴 还要跟你 还要跟你讲 对 所以他不会因为 你这个人是老师 我就一定要听你的 你必须得把我说服了 对吧 你不能说 你是因为你老师 所以你就一定是对的 你就必须权威 对 所以我们当时就在想 好像我们孩子 在这个环境当中 可能后面就会 遇到一些问题 对吧 那我们也可能会 经常被老师 找出谈话了 所以我们肯定也会 我们就也不想说 我们两个大人到时候还要在 包括像家长群里 某某某同学家长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你们孩子怎么怎么样的 对吧 那我们也会很累 很辛苦 孩子也很辛苦 其实前面说到的只是 孩子的原因 当然说到孩子的原因 也带到了我们自己 哦这个没动 那我们就不想陷入孩子 老师 还有家长 这一个三角的一个循环当中 当然了 嗯 还有一个另一半的原因 就是我们自己也想改变一下 自己的生活状态 因为之前工作 还有做生意啊 这些事情 包括对于我来说 就是看到家里人的生老病死啊 这种改变了我们的一个原始 改变了我的一个人生态度吧 哇 开始下饺子了 我下太多了 都下进去 全部下进去 这我一个人就吃一半 好 那本次生意到这里 吃饺子 拜拜 吃饺子了 看这个就是你揉的那个面 还是你揉的那个面 看上去精神 精神一点 对的 看了看了出来 结实 下次揉面这身 中文 你